首先,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对潘基文秘书长提出的 教育第一的倡议 表示坚定支持 百年大计,教育为本 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 培养年轻一代 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 中国将继续响应联合国的倡议 中国有2.6亿名在校学生 和1500万教师 发展教育任务繁重 中国将坚定实施科教新国战略 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不断扩大投入 努力发展全民教育 终身教育 建设学习型社会 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 努力让13亿人民享有更好 更公平的教育 获得发展自身 奉献社会 造福人民的能力 中国将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 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 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 推动人类 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